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粮食玛纳也行了奇迹 他通过这种方式使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免于了饥饿 不仅如此 从逾越节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什么呢 能看到饼 在逾越节仪式中 饼和葡萄酒一起出现 不是吗 上帝将奇迹也吹在了此饼里 在五饼二鱼的历史中有发生过奇迹 在旷野也曾发生过玛纳的奇迹 不仅如此 上帝通过逾越节的饼和葡萄酒也施展了奇迹 上帝在其中施展的是赐予永生的奇迹 这时间我们就通过约翰福音六章里记录的五饼二鱼的历史 来查看一下上帝的旨意 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 一起查看约翰福音六章四节话语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洁尽了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费利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在这些人中 有几人能真正得到饱足呢 安德烈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 但耶稣吩咐他们拿饼来 住坚后说 你们分着吃 结果有多少人吃到了呢 喂饱了五千人 但又不够吗 经上记录说 将剩下的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里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内容 是什么呢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要区分上帝能做的事 和我们能做的事 首先来思考一下 英语的表达方式 有个习语叫 as much as 意思是 尽其所能 在 as much as 后面加上 I can 意思就是 尽我所能 接下来 在 as much as 的基础上 加上 you can 尽你所能 那么 我们将 I 和 you 换成 God 就是 as much as God can 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 约翰福音六章中的场面 五丙二鱼形的奇迹中 我们能做的有什么呢 我们有能喂饱五千人的能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做的只有告诉耶稣说 有一个男童拿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可以填饱那些 因饥饿而疲惫不堪的百姓们 但若省略 I 和 you 并加上 God 会怎样呢 这时 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历史 当所有人都吃饱后 却依然能装买十二筐 各位 今天的主题是五丙二鱼的奇迹 在奇迹中 我们能做的事 和上帝能做的事是有区别的 我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依靠上帝 但却总是去想自己能做什么 各位 不是只有我们在为福音做工 还有谁在做工呢 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中是怎么说的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有的人会去想上帝能做的事 有的人只去想自己能做的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以色列百姓征服耶利哥城时的势力 十二个探子中 有十个只关心自己能做什么 但约书亚和迦勒却不同 他们看的是 上帝能做的事 上帝虽然在帮助我们 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抱有不行的想法 那么所有的门都会从那一刻起 关闭 上帝会在何时 为我们打开帮助之门呢 当我们拥有信心时 一切都会为我们打开 所以彷徨的眼睛总是看到什么呢 他们只能看到障碍 信心的眼睛能看到什么呢 他们总能看到路 当我们犹豫不决 怀疑时 我们就会看到路上的障碍物 就会说 因为这个 所以不能做 因为那个 所以不能做 但当我们拥有信心之眼的那一刻起 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我们现在正处在将福音 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的最后阶段 有的教会在传福音时 只设定了自己能做的目标 但有的教会 却以上帝能成就的能力设为目标 所以上帝在马太福音九章中说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是吧 我们要像约书亚和迦勒一样 绝对相信上帝能成就任何事 并采取行动才行 各位 红海有没有出路呢 没有出路 用怀疑和犹豫的眼睛去看时 只会看到障碍 这六十万壮丁和他们的妻子 儿女 牛群 羊群 怎么能渡过这茫茫大海 到达彼岸呢 无论我们怎么研究 只要我们以怀疑的眼睛去看时 一切都是障碍 但当我们以信心之眼去看时 就会发现上帝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不是吗 向大海伸出你的帐 摩西绝对地相信上帝在引导我们 因为上帝应许了迦南地 所以必会引导我们 并向红海伸出了帐 在那一刻 显露出了之前一直看不见的道路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在五饼二鱼的奇迹中 他们能做的有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只能望着耶稣 当耶稣说要喂饱五千人时 他们惊讶地说 仅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怎能叫五千人都吃饱呢 只用这些能喂饱几个人呢 门徒们都是这么想的 因此耶稣亲自给他们 显明了这个奇迹 向他们显明了上帝的能力 然而向他们显明的 不过是自己能力的一小部分 当启动As much as God can的时候 五个大麦饼不仅喂饱了五千人 剩下的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当上帝成就事工时 能打破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的想法和观念 在这福音中始终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呢 上帝明明说 我要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此我们绝不能排除上帝的能力 而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设立目标 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信心 若是上帝做工 一个月就能成就 一周或一天也都能完成 只有当我们拥有这种信心时 当上帝说 照着你的信心成就时 这个世界才会完全变化成上帝的世界 不是吗 因为上帝小玉说 照着我们的信心成就这事 所以今年要成为 拥有这种信心的一年才行 通过约翰福音六章 可以看到 我们能做的事和上帝能做的事 实际上 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能够完成的 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 《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 一起看一下玛拿的奇迹吧 看一下十六章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 酱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 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不仅用五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 让五千人吃饱的历史 上帝还从天上施行了什么呢 直接降下了玛拿 我们的上帝是不需要工具 成就事工的上帝 上帝在旷野中 即便没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也能直接从天上做什么呢 立即降下玛拿 我们通过这个场面 来思考一个问题 以色列百姓 在四十年旷野生活的第一个月 就吃完了他们带出来的粮食 他们没有任何食物 他们向前方看去 看到的只有一片寸草不生的荒野 因此他们感到很沮丧 在他们看来 原本应该去的迦南地并没有出现 他们现在的处境 看起来毫无希望 但上帝却从天上 降下了作为食物的玛拿 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一下 关于玛拿的问题 那时 他们在这种状况下 能做什么呢 他们没有粮食 一点也没有剩下 他们离开埃及时 因为赶时间 所以只带了一个月的粮食 即便迦南地很远 但一个月的时间 也足以抵达迦南地 他们认为 即使进展的再慢 一个月也足够了 便准备了这些食物 但一个月过去了 他们还是没能抵达迦南地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能做什么呢 他们没有能力 像耶稣一样 施展让五千人吃饱的奇迹 不是吗 各位 我们要知道 自己在这时代的能力才行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 自己的能力 还要认识到 引导我们的上帝的能力才行 上帝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在五饼二鱼的历史中 他们问 如何让坐在空地上的 五千名饥饿的人吃饱呢 男孩说 我只有五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 耶稣说 带到我这里来 因为耶稣吩咐说 带到我这里来 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 把他们带到耶稣这里 在旷野 他们更是无能为力 但与他们同在的是谁呢 无论他们往哪里去 上帝都与他们同在 无论在多么艰难 多么孤独的状况中 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常常忘记 上帝的存在 所以总是错失 体验上帝奇迹的机会 各位 不是只有红海的奇迹 才是奇迹 为无数在旷野中徘徊的人们 上帝在四十年的时间里 每天赐予了食物 如果不是上帝 全知全能的能力 能成就这样的事吗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还有在撒勒法寡妇的故事中 她越养面粉 就越是基多 真正能行这种奇迹的人 是谁呢 最重要的是 创世纪一章一节中记录说 起初上帝做了什么呢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我们生活的这片广阔的地球 是谁创造的呢 是上帝创造的 因为只说了一句话 就立刻成就了 谁有这种能力呢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要相信上帝才行 当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话语和才干时 我们绝对无法见证上帝的能力 只有绝对地依靠上帝 才能看到上帝的全能 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能做的 在五饼二鱼的奇迹中 门徒们说 我们怎样才能 让这么多人吃饱呢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只有这个男童的 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除此之外 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们怎能让这么多人吃饱呢 是的 各位 我们是能力有限的人 但始终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凡事都能成就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拥有让我们吃饱的同时 还能让饼装满到十二个篮子里 并满意的全饼 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 他们以自己的视角看耶利哥城时 那城看似坚不可摧 但若以与他们同在的上帝的能力来看 在他们眼中 那里的人都是他们的食物 对于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的人 即使从肉身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样的 所有人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内容 即便相同 但关键就在于 承认上帝存在 和不承认上帝存在的差别 在信仰的所有方面 如若忘记上帝 不因注定会失败 我们一定要将上帝铭记于心才行 因为直到世界的末了 上帝都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多多献上祈祷才行 若单靠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迅速培养出同工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谁在引导呢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上帝的应许 因此我们要成为 与上帝同在的教会才行 上帝会给我们不断定下目标 我们只要跟随上帝的引导 并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即可 这对我们来说太吃力了吧 不需要这样说 从今天起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是谁在引导我们的教会呢 上帝在引导我们 以我的能力能成就多少事呢 靠我们自己无法成就任何事 但如果是上帝引导呢 一切都能行 我们要明白 只要上帝掌管 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上帝小遇了我们 关于旷野的饼和五饼二鱼的内容 那么关于逾越节的饼 上帝小遇了什么 我们通过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 来查看一下 四十八节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但他们怎样了 还是死了 上帝虽然赐予你们 祖先在旷野吃的食物 但他们吃了还是死了 不是吗 一起查看一下二十七节 看二十七节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里耶稣所说的避坏的食物 指的是约翰福音六章四节中的 五个饼和两条鱼 后来耶稣做出结论说 五饼二鱼的饼是避坏的食物 而关于在旷野降下的奇迹的饼 又是怎么说的呢 即使吃了也会死的饼 但耶稣却对逾越节的饼 做了不同的描述 我们再查看一下六章四十九节 看看上帝是如何说明的吧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麻辣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什么呢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什么呢 就有永生 虽然有五饼二鱼的饼盒 被称为麻辣的饼 但唯有逾越节的饼 上帝并没有描述为 避坏的食物 吃了也会死 而是说 这饼是什么呢 上帝说 这粮 是赐永生的粮 为什么只有那饼能赐永生呢 因为这饼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 将此意义蕴含在其中 而设立的节期是哪个节期呢 是逾越节 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节 除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 继续查看二十六节中 关于逾越节的场面吧 正在进行逾越节 看一下二十六节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你们拿着吃 说这是什么 我的身体 上帝赐予了逾越节的饼 并赋予了基督的身体 肌肉的意义 看一下二十七节 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 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鞋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饼和葡萄酒 逾越节的鞋 逾越节的饼和葡萄酒 预表着耶稣 在约翰福音六章中所说的 人子的肉和血 上帝一向吃他肉 喝他血的人 应许了什么呢 上帝应许说 要赐给他们永生 像这样 虽然有五饼二鱼的奇迹之饼 合称为玛纳的奇迹之饼 但上帝认定的 真正的奇迹之饼 是逾越节的饼 这饼的实体是谁呢 这饼的实体就是基督 为了使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 在永远的天国 享受永生和福乐 上帝赐予了逾越节 世上有许多人都想看奇迹 但父亲说 没有比永生更大的奇迹 各位通过影像 都有看到过 父亲有力地强调 逾越节的场面 不是吗 没有比逾越节更大的奇迹 希望全世界所有的西安子女 都能将尚未进入西安的羊群 引向上帝 从而将巨大的喜悦和荣耀 都归给上帝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